僧尼妙记姓叶,江州巡洋人,当初嫁给了巡洋大商人仁华,他的父亲叶生与仁华往来于长沙广陵间做生意,贞观十一年春,他们到谭州去,再没回来,过了归期数月,有一天睡梦中,妙记忽然梦到父亲赤身裸体,披头散发,浑身是血,哭着说,我和你丈夫在湖中遇到强盗,都已被害,因为你是心有智者,上天同意你来复仇, 但幽名之意,不能直说,只能以阴雨的方式告诉你谁是凶手,如果你能明白凶手是谁并报了仇,那我也没有什么遗憾了,妙记问,阴雨为何,他的父亲说,杀我者,车中猴,门东草,接着又见到他的丈夫,惨状跟父亲一样,也哭着说,杀我者和钟走,一日夫,妙记俯兄痛哭,被他的妹妹叫醒,醒来后哭着告诉了母亲,全家大害,妙记撕落, 人不知隐语的意思,便访邻里有智者,都无法解答,于是说,上元县是周极交汇之处,四方的士大夫都在那休息,城内有瓦官寺,寺上有阁,以身看江,万里在目,是江湖知己境,游人无不登楼远眺,我要去那出家,等候有时之事,必有能解答我疑惑的人,于是换上粗布衣服去了上元县, 在瓦官寺,日池鸡肘,洒扫阁下,空闲时则在蓝坎处徘徊,等待智者,看见高冠博代的儒生,必败而问,几年过去了,还是没人能读出隐语的意思,到了真元十七年,有个教理工作的人,刚被免去岭南从事的职务,来到了瓦官寺的江阁上,神采俊逸,颇异长文,妙记哭着上前询问隐语之事, 工作说,我平生就爱为人解惑,况且你的冤屈恳切,神告如此,一定为你细想,莫行术步,高兴的招呼妙记说,我想出来了,杀你父亲的是申蓝,杀你丈夫的是申春,妙记悲喜无业,拜问阴游,工作说,车中猴,身年出生的属猴,车去两头并说到猴,所以是申字,门东草,草家门,门家东,不正是蓝字吗,和中走,穿田而过,也是个申字, 一日又家夫,是春字,鬼神欲获人,故交错其言,妙记悲喜不自胜,久而掩替拜谢说,既然知道了凶手姓名,血渊有路,家若大仇能报,不会忘了你的身恩,我一介妇人,唯有结成奉佛,为你齐增福海,说完再败而去,妙记之后女扮男装,改名世纪,在江湖间一边给人做工,一边打探消息,过了几年,听闻在黄州一旦有身村,就去了,又过了一年, 才得知村西北有叫申兰的人,就默默前去做她的佣人,工钱要得很低,申兰很高兴用了她,不久又打听到申兰有个弟弟叫申春,于是勤工直逝,昼夜不离,凡事能干的活,不管轻重都尽力而为, 申家很器重她,白天与其他佣人一起工作,晚上睡在别处,没人知道她是女儿申,一年又过去了,世纪越来越勤快,申兰也越来越看重她,把她当亲儿子一样对待,外出经商,钥匙都交给她保管, 因而世纪有机会查看申兰贵中之物,竟有一半是自己家的东西,也看见了她父亲和丈夫曾穿过的衣服, 然而申兰或申春总是不同时在家,世纪担心只抓一人,会吓跑另外一个,所以又等待数年, 到了永真年重阳,趁两人醉酒之际,状告于州府,二人被抓,一审就招了,背叛了死刑, 妙继拿回了被盗的财物,都交给了母亲,并向母亲请求出家, 始从曾经教导过她的红州天宫寺僧尼洞杯,后来妙继又遇到了李公佐, 向她讲述了复仇的过程,公佐觉得非常的惊异,于是为她著书立传。